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在小程序上面已经可以获取到临时授权自幅串和微信的昵称与头像了。 那么这节课咱们要来写后端的加挖程序,如果没有加挖程序,那么小程序这一端提交的数据后端也没有人接收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先来把注册超级管理员的持久层给弄好,下节课咱们就可以去写业务层的代码了。 借着思维导图,我把这节课的主要任务跟各位同学交代一下。 这节课咱们是要开发持久层的代码,那么持久层无非就是需要我们写C口语句去写DL接口,在这儿我们必须要结合具体的业务流程来编写C口语句。 假设说用户在1MOS小程序上面添写了激活码,那么后端的加挖程序必须要判定这个激活码对应的是超级管理员还是普通员工的激活。 如果发现这个激活码对应的是超级管理员的话,那么接下来加挖程序还要继续的判定用户表里边是不是已经存在了超级管理员记录。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记录的话,那么是可以注册超级管理员的。 如果用户表里边已经存在了超级管理员记录,那就不能再注册新的超级管理员了。 因为在1MOS系统里边超级管理员记录只可以是唯一的,那么怎么去判定员工表里边的记录是超级管理员记录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员工表的一个特殊字段来判定。 在创建员工表的时候呢,我是给这个数据表添加了一个字段,叫做root字段。 那么你可以去看哪一个员工记录这个root字段的值等于1,那么这样的员工记录就是超级管理员记录了。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需要写一个查询语句,判定一下在员工表里边root字段等于1的记录的数量。 如果这个数量等于0,就代表说呢不存在超级管理员记录,那么用户是可以注册超级管理员了。 反之呢就不可以注册。 至于说普通员工的激活码对应的具体流程,那么后续我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在这儿啊我就不展开说明了,因为咱们是先要完成超级管理员注册的功能。 那么无论是注册超级管理员还是注册普通员工,员工的数据呢是要保存到员工表里边的。 因此说呢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写一个insert语句来往这个员工表里边添加记录,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员工表设定的是自增长的主件值,所以我们添加了新记录以后呢并不知道员工的主件值是多少。 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员工的主件值呢?在这儿啊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吧。 比如说用户注册成功,我就判定这个用户已经登录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用户ID生成一个令牌字无串颁发给客户端。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知道员工的主件值,那就没有办法生成这个令牌字无串了。 所以这节课最后呢我们还要写一个查询语句来查询员工记录的主件值。 那么这节课我们一共是要写三个seql语句,那么两个seql语句呢是用来做查询的,一个seql语句呢是用来做插入数据的。 我现在打开了思维导图,这一集的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三章第八小节。 那么刚才我在思维导图里边说了,如果说后端系统发现用户输入的机会码是六个零的话, 那么后端系统必须要去到用户表里边查询一下是否已经存在了超级管理员的记录。 如果没有存在这样记录的话,那么是可以注册超级管理员的,否则是注册不了超级管理员。 那么怎么到用户表里边去判断已经存在了超级管理员的记录呢? 各位同学在这儿我放了一个截图,在这个截图里边呢有一个字段叫做root。 这个root字段呢就是用户表里边的一个字段。 那么这个字段它的类型啊叫做tinyint,这个类型它对应的就是true和fels。 因为在mysicl里边字段的类型是不能为boolean的。 如果你设置为boolean的话,把这个数据表结果一保存,那么这个boolean的类型会自动转换成tinyint。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是用tinyint来表示boole的true和fels吧。 那么这个tinyint这个字段的值如果等于0的话代表的是fels,如果等于1就代表的是true呗。 那么我们一会儿写一个sicl语句去判断一下,在数据表里边有没有记录这个root字段的值等于1。 如果有的话就说明在数据表里边已经存在了超级管理员记录。 那么这个sicl语句怎么写呢?我们来看一下,写起来呢并不难。 查询的是用户表,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查询条件,是root字段值等于1。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记录数量呢,咱们用con的星来统计一下。 con的星返回的记录永远都是一条,就是一个数字。 即便没有记录符合这个条件,那么con的星返回的记录应该是一个数字0,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有符合这样条件的记录的话,那么con的星返回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符合条件的记录条数。 在这儿呢,我想把这个con的星返回的数字啊,转换成true或者fels行不行呢? 那我就可以套上一个if语句,如果这个con的星的值呢是大于0的,那么大于0的数字呢,在mySQL里边会默认成是布尔处。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在这儿呢,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那么返回的结果就是一个处。 如果con的星这个取值为0,就是没有符合条件的记录,0呢在mySQL里边又可以等价于fels, 所以这个条件如果不成立,那么咱们返回的就是一个布尔的fels,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不套上这个if语句的话,那么con的星返回的东西就是纯粹的数字, 我们在加画程序里边hide自己去把它转换成布尔。 套上这个if函数以后呢,咱们就可以在mySQL里边设置, 返回的结果是布尔的true还是fels了。 这个SQL语句它对应的ID呢,我们来看一下,叫做haveRootUser。 返回的结果呢是布尔,在这儿大家看一下, 这块有同学写着写着把它写成了是resultMap,这个是不对的, 这块写的是resultType。 那么接下来呢,有了这个SQL语句以后,我们应该写DO方法了。 所以各位同学呢,我们在DO接口里边去声明一个抽象的方法, 必须跟刚才的这个SQL语句的ID保持一致。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吧,方法的返回类型是boolean, 方法呢是没有参数了,因为是写在接口里边, 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好了,各位同学,那么下面呢,我切换到NavyCat里边, 给各位同学呢演示一下这个SQL语句运行的效果。 我现在呢用NavyCat来执行一下这个SQL语句, 大家看一下,在这儿我选择运行。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输出的是一个0, 为什么是一个0呢? 就是说,这块的结果是一个Files, 因为在这个数据库里边啊, 它的这个Tru和Files是用数字0和1来表示的, 那么咱们在加瓦程序里边得到的结果可不是0和1, 咱们得到的结果就是boole的Tru和Files,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我现在呢切换到了IDR工具上面, 那么我们在写SQL语句之前, 首先来解决一个bug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ug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呢是找到Pozo这个package, 在里边呢咱们找到用户表对应的映射类, 这个映射类叫做TBuser。 好了,我把这个映射类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的变量吧。 我们知道用户表里边是有很多字段的, 但是这个映射类里边的变量我们来看一下, 有ID啊,PrimaryKey,什么什么什么的。 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几个变量, 很明显呢这个映射类跟我们的用户表并没有对应上, 对不对? 那么在这儿呢我来说一下这个bug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说当初我们用图形化界面生成这个各种MyBytes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选中了多张表, 然后一起生成各种文件,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bug。 如果我们一张表一张表呢利用图形界面去生成各种文件,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用起来特麻烦。 那么在这儿呢咱们就得把这个bug给解决一下,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把DL接口包括这个映射类给删掉, 然后利用图形化界面再生成一下就行了。 那么大家呢找到这个TBuser类, 对就是我打开的当前这个类, 把这个类删掉就行了, 在这儿呢我点击OK, 好了, 接下来呢DL接口咱们也删一下, 就是TBuserDar, 这个接口我们给删除掉。 删除了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切换到这个数据库连接上, 我们找到这个用户表, 然后点击右键, 大家注意一定是选中一张表。 点击右键,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利用图形化界面咱们再生成一下各种文件吧。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板里边的内容。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左侧的这个列表, 列表里边如果说你有很多数据表的话, 一定是把这些数据表给删掉。 如果你不删掉的话, 一会儿生成的文件还是有错误的, 所以大家呢把这些数据表选中以后, 点击下方的Delete把它删除。 咱们呢接下来呢是看一下, 这个面板里边其他文本块的内容吧。 比如说咱们生成的映射类叫这个名字没问题, 然后呢这个映射类是放在这个包里边也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自己是点开, 选中这个Posal包就行了。 接下来呢就是咱们DEO接口叫这个名字, 往这个Package里边生成,对吧? 如果有问题你也是选择一下这个Package就行了。 好了,那么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下方的这些选项, 我们只保留最后的一个选项就行了, 别的不需要改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们点击OK, 这样子呢就生成了新的映射类和DEO接口。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映射类吧。 我找到TBuser这个加湾类, 打开这个加湾类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湾类里边的字段吧, 比如说在这儿有ID字段, 还有OpenID字段, 还有Name字段, Photo字段, Name字段, 这些字段对应的变量, 咱们在这个类里边都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映射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DEO接口吧。 把这个DEO接口打开之后呢, 里边的抽象方法都删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抽象方法。 各位同学别忘了, 给这个DEO接口一定是要加上全Maper注解的, 对吧? 这个全Maper注解, 大家看一下导包别导错了, 好了, 这样子呢, 咱们这个DEO接口就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对应的XML文件吧。 这个XML文件咱们找一下, 在这个Maper里边, 叫做TBUSERDO.XML。 好, 把这个XML打开, 里边的内容咱们给清空一下。 这个Maper标签里边的内容都被我清空掉了。 我现在就往这个Maper标签里边定一下Select语句, 咱们用的标签叫做Select标签。 给这个SQL语句呢, 咱们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呢, 叫做HaveRootUser。 好了, 我把这个ID呢, 写一下。 那么返回的结果是ResultType, 咱们规定一下这个结果的类型是Bulling。 我把这个SQL语句呢, 就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 好了,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去写一下DEO里边的方法。 DEO里边的方法呢, 也是要叫这个名字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是把这个抽象方法给声明一下。 返回的结果是Bulling, 然后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他。 好了, CtrlS保存一下。 那么同学们, 现在这个查询语句就写完了。 我现在切回到手册文档里边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写inZert语句。 那这个inZert语句呢, 也是写到这个XML文档里边。 那么咱们这个inZert语句呢, 大家看一下, 用的标签是inZert, 给这个SQL语句呢, 起一个ID。 然后接下来呢, 传入的参数因为有很多嘛, 所以在这儿这个参数的类型就是Hashimap。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inZert语句吧。 我用的inZert语句是MySQL的方言语句。 我个人以为呢, 就是国际上通用的inZert intoValues的语句呢, 非常的不直观。 在这儿呢, 我就是用MySQL的方言的inZert语句去插入数据。 那么插入数据呢,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MySQL的这个方言的inZert语句的写法, 为什么非常容易理解呢? 咱们看一下。 那么是向这个员工表插入记录。 然后咱们每一个字段的值, 大家看一下, 我用一个Sight的关键字来定义。 比如说这个OpenID字段的值等于什么呢? 我从Hashimap里边取出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字叫做OpenID, 把这个参数的值给取出来。 如果说咱们这个OpenID参数的值不为空的话, 咱们就取这个参数, 然后把整个这个负值的写法呢, 添加到inZert语句里边。 说到这儿呢, 有的同学可能不理解了, 咱们往员工表里边添加新的员工记录, 那么Open字段的值不是必添的吗? 在这儿呢, 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比如说呢, 一个管理者创建了一个普通员工的记录, 这名普通员工呢, 是可以拿着激活码到emouse小程序上面, 把自己的这个微信账户跟自己的员工记录请绑定, 那么现有数据库里边的员工记录, 它的OpenID字段的值就是为空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在插入员工记录的时候, 这个OpenID字段是可以为空的, 在这儿我是判断一下, 如果OpenID的值不为空, 咱们就把OpenID负值的这个写法呢, 是添加到音字的语句里边,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去判断NikeName的这个值不为空的话, 咱们也是添加到音字的语句里边,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Photo, 它的值不为空, 咱们也是往音字的语句里边添加, 还有呢, 就是姓名不为空, 然后咱们设置姓名, 性别不为空, 设置性别, 电话不为空, 设置电话, 还有呢, 就是Email邮箱不为空, 就设置Email, 那接下来呢, 这块设置的是入职日期, 咱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字段是必须要设置值的呢, 就是这个员工的角色, 在这儿呢, 这个员工的角色是不能为空的, 所以在这儿呢, 从哈希Map里边提取一下Row这个参数, 插入记录的时候, 这个Row字段就是有值的, 接下来呢, 就是Root这个字段的值是不能为空的, 那么到底是1啊还是0啊, 必须的是明确写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那接下来呢, 大家看一下, 这块有一个衣服的一个标签, 那么里边写的是一个子查询的C口语句, 就是说呢, 咱们给这个员工设置部门编号的时候, 咱们是要根据部门的名称去查询一下部门的编号, 把这个编号呢, 给这个字段经复值就行了, 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是做了一个子查询, 查询部门表的记录, 条件也是这个不言自明的, 大家都能看得明白,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员工状态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不能有空值, 咱们是从Hashimap里边提取参数, 给字段复值, 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这个记录的这个创建的时间, 这个也是不能有空值的, 各位同学, 我们要写的inz的语句, 包括这个inz的标签啊, 我就带你过了一遍, 因为这个代码的内容特别长嘛, 所以一会儿我就直接把这本代码复制粘贴到XML文件里边, 我还可以节省点时间, 要不然呢, 手写这些东西啊, 是非常的耗时, 我把这个现成的代码粘贴过去以后, 我还可以节省点时间, 把这节课剩余的一些重点内容, 跟各位同学讲解一下, 好了, 各位同学, 咱们一会儿把这个代码给复制过去, 粘贴到XML文件里边就行了, 那么有了这个inz的语句以后, 咱们是要到这个DL接口里边, 去声明一下这个inz的方法, 传入的参数是Hashimap,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接下来呢,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一个inz数据, 如果说插入成功的话, 在这儿呢, 是返回了插入成功记录的条数, 这块呢, 咱们是返回一个inz数据, 然后呢, 让这个业务层知道, 这个数据到底是插入成功了, 插入失败了, 对吧, 包括将来我们在写delate方法, 或者update方法的时候, 也要返回一个inz数据给业务层, 业务层就知道了, 你的这个删除啊, 或者修改, 操作了多少条记录, 是这么一回事, 好了, 同学们, 咱们就是把代码给写一下吧, 各位同学, 我已经提前把这个inz的标签, 包括里边的这个inz的语句给写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的内容啊, 跟手册里边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有了这个sicle语句之后呢, 咱们还是要去定一下DL里边的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名字, 必须叫做inz, 好了, 在这儿我们去声明这个抽象方法, 返回的值呢, 是一个inz数据, 方法名叫做inz, 参数呢, 是hashimap, 好嘞, 参数的名字呢, 比如说就叫做prime, 好了, 同学们, 你把这个DL的方法, 包括sicle语句给写一下吧, 这节课我们要写的第三个sicle语句呢, 是查询用户的主件值, 比如说我们往数据表里边添加一个超级管理员记录的时候, 因为主件值是自增长的, 我们并不知道插入的用户记录的主件值是多少, 于是呢, 咱们要拿着openID呢, 去查询用户的主件值, 因为这个openID呢, 在数据表里边绝对是唯一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openID去查找用户记录,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sicle语句吧, 比如说在这儿查询的是用户表, 那么条件呢, 大家看一下openID等于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员工的状态必须的是1, 1代表的是有效的这个员工状态, 除了在职状态的员工之外, 当然了还有这个离职状态的这个员工, 咱们员工离职以后呢, 不可能说我们把这个员工记录给删掉, 如果把这个员工记录给删除掉的话, 那么咱们去查询这个员工之前生成的一些业务数据就查询不到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是把这个员工的状态可以标记为离职状态, 而不是把这个员工记录给删除掉, 各位同学, 在这儿呢, 你是需要注意这一点的, Status字段的值等于1, 就代表说这个员工是在职的一个状态, 那么整个sicle语句呢, 是需要传入一个参数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声明select标签的时候, 加到这个属性呢, 叫做parameter type, 有东西写的时候把它写成parameter map了, 这个是不对的, 一定是parameter type, 传入的参数的这个类型呢, 是一个字无串的, 所以这块规定的是string, 那么咱们查询的这个结果呢, 是要查用户的这个主件值嘛, 这块返回的是ID, 咱们这个整个sicle语句返回的类型就是一个integer, 为什么不小写成int呢, 在这儿我就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啊, 我们一些sicle语句如果没查询出数据的话, 返回的结果是一个闹值, 如果你这块规定的是小写的int那就坏菜了, 因为小写的int是基本类型, 它无法保存闹值嘛, 但是integer它是可以对应闹值的, 所以在这儿呢, 不建议大家写成int, 而建议大家写成integer, 有了这个sicle语句以后呢, 我们给sicle语句起一个ID, 在这个DL接口里边, 我们去声明对应的方法就行了, 返回的数据类型是integer, 那么传入的参数是一个字母串的一个数据, 好了同学们, 我们去把这个代码给写一下吧, 我现在呢切回到XML文件, 我把跟查询有关的sicle语句啊都放在一起,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再写一个select标签, 那么这个select标签的内容啊, 就是一个sicle语句, 我把这个sicle语句拿过来就行了, 这个sicle语句的ID呢, 叫做searchIDbyopenID, 好嘞, 把这个sicle语句的ID呢, 咱们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要加上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parameter type, 它的这个属性值呢, 叫做string, 然后接下来呢, 规定一下result type, 它的这个值呢, 是integer, 好嘞, 写完了这个select标签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去声明一下DEO里边的方法, 那在这儿我们去定一个public方法, 返回的类型是integer, 接下来方法的名字叫做它, 咱们这个方法呢, 是要接收一个字幕串的参数, 比如说呢, 就叫做openID吧, 好了, 各位同学,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节课啊, 写好了三个sicle语句, 包括三个sicle语句对应的DEO方法也都写完了, 写完之后啊, 下节课咱们就应该写业务层的代码了, 各位同学, 咱们就下节课再见吧,